中文字幕 李宗盛 這是剛剛我們做那個 醃製 其實這個醃製是我們講 醃或是醃 簡單來講,我們都只是做脫水的過程而已 所以一般的做硬件或做血液、氧液也是一樣 只在做脫水的過程 為什麼要做脫水? 它可以保濕、水保濕 等一下,你剛剛說什麼? 油水容易壞 為什麼油水容易壞? 因為水可以加速到脫水 加入誰分點? 通緝中的... 鋸 我是怕可以讓細菌快速繁殖 可以讓細菌快速繁殖 欸,同學,你們在聽看 是誰的東西啊? 水... 先幫我把它放進去 他放了 那個... 油水可以加速細菌繁殖 這樣說對不對? 你說油水還是... 油水,不是油水 不是油跟水,是油水 應該是... 是,油水就可以加速細菌繁殖 這樣會喔? 這樣會... 它這個細菌適合怎麼樣的繁殖 OK,看那些細菌繁殖 什麼意思? 什麼樣的油水 油水他就可以改進去 這比較好 但是,如果有兩國那個細菌繁殖 可能不是水的花絲繁殖 沒有,不是沒有細菌繁殖 那大家也沒有想 不是沒有細菌繁殖 就是有很多細菌繁殖 然後那個多細菌繁殖 他可能比較喜歡乾燥的環境 好,那我們再拉回來 剛剛... 陳鈺跟... 容英先生說 因為... 有水 怎麼樣? 東西容易壞 然後... 陳鈺說 因為會加入細菌跟... 細菌... 什麼... 跟鹼 你說加速細菌繁殖 加速細菌繁殖 所以這東西容易壞 是這樣講的 不是... 我覺得... 我覺得... 所以說... 油水老的細菌 他比較容易... 對... 對那個食物細菌繁殖 對食物細菌繁殖 所以... 油水... 對細菌繁殖 對食物做分解 油水容易對細菌... 對,對食物做分解 你這樣講對不對 這樣講對不對 這樣講對不對 對... 你這樣講對... 因為不是吧 那是怎麼樣 喔... 油水會加速氧化 氧化 什麼氧化 食物氧化 對 為什麼會加速食物氧化 因為... 有水... 所以脫水的... 因為他只是把它泡爛了 可以種出那個... 所以我現在... 他只是把它泡爛了 然後... CG都會表演在爛的中心 裡面取得的燃料 所以... 我們這樣把它... 泡在鹽裡面 這食物容易壞掉 不容易 他反而容易... 把它的水分挺有的 容易壞掉 你覺得... 泡在鹽水... 你自己泡在水... 其實... 我沒有泡鹽水... 我只是泡鹽... 丟在鹽裡面... 就是... 氣泡的水... 就滲透出來... 對啊... 那滲透出來... 剛剛講... 這樣的目的是要... 要讓... 食物容易保存... 對... 那為什麼... 食物容易保存呢... 因為剛剛有講到說... 因為... 食物裡面... 如果有水的話... 會加速細菌... 去分解這個食物... 會加速細菌... 在這個食物裡面的細菌... 快速分解... 是這樣嗎... 快速分解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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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可以加速分解食物... 欸... 應該是啦... 因為... 光是用鹽水... 是這樣子啊...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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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現在... 問你... 正解點... 就快到水了... 所以我把水拖出來之後... 這個細胞會怎麼樣... 裡面的細菌... 不好吃... 裡面的細菌... 會不好吃... 沒有... 就是... 裡面的細菌... 不好吃... 沒有癢... 就傳他一下... 脫水... 沒有... 沒有... 我看你一組... 在天上... 想... 細菌沒有癢... 對... 沒有癢... 養分就是肉啊... 肉癢... 可是他沒有水... 好... 應該說... 水是他... 他有癢... 他有癢... 可是他不會... 不容易繁殖啊... 不容易繁殖啊... 不容易繁殖... 沒有水會不容易繁殖... 他有生存... 生存... 因為水... 濕度和溫度是... 一個... 他是一個... 生存的條件啊... 好... 那我們回來... 這就是生命三要素哪三要素... 風... 陽光... 空氣... 水... 在這邊... 陽光是... 配沒有陽光, 氣去這邊給染洋... 陽光是主要講... 能量的... 所以這個... 果肉最愛指控的... 所以我們先把陽光 copyright 所以它有什麼 空氣跟水 空氣就不一樣 是它就不濕 空氣都存在 這邊還是有空氣的啊 這邊還是有空氣 所以空氣還是有 只有水 不一樣 所以當我把它脫水的時候呢 這個食物裡面 水分變少 少在那個程度之後呢 生氣就會怎麼樣 就死掉了 就死掉了 就不能生存 所以現在第一次很重的目的 是為了殺菌 是為了殺菌 所以其實我們人類發明的這些方法 都只是為了延遲我們的 延後我們的 讓我們不容易死掉 不容易受細菌感染 因為我們泡在水裡有可能會死掉 人嗎? 你說人嗎? 人泡在水裡面 你可能有沒有被脫水 你也會死掉嗎 一邊灌回 就是OK 你講那也許OK的 但是我們人的體系很大 所以基本上你要驗漬東西 你會把那邊切一切 你會整顆掉下去 那有時候會整顆啦 但整顆不好醃漬的原因 是因為整顆 裡面可能還有水分 水分也拖不出來的時候 裡面你才阻爛 那把它往裡面補就對了 對 就是你要讓它 盡量是活一點 對對對 所以你看木萊姨怎麼做的 等一下 往水管裡面打人 我讓水管裡面打人 不會啊 不會啊 好 這個 同時間它殺死了 殺死了細菌 同時間 它還在殺死了這個細菌 不要自己煮 好 好 我們只要那個空子 不要有機子 好 對不對 我吃它 你吃鹹魚 人家醃漬的鹹魚 你拿去烤又烤 或者是鹹魚甚至有用烤啊 洗乾淨的 就陪下去炒菜啦 或者真是鹹魚有些人直接拿來配飯嗎 你看那個飛魚有沒有 那個 藍眼的飛魚雞啊 他們抓飛魚 飛魚直接風乾了 風乾 什麼叫風乾 就是風把水分吹乾 風乾了 風乾了 風乾的過程有沒有醃漬 不見得醃漬喔 風乾之後食物也會保存 它水分就鹽了 它重點是沒有水分 風乾之後沒有水分 它有一個做法是 就是把食物拿去煙燻 煙燻其實過程也是在把水分乾燥 煙燻的溫度 煙短煙的溫度 對 煙燻的溫度 煙燻的過程上 因為它很短 有溫度嘛 但是沒有直接烤 直接烤會 本身會焦掉對不對 它說它離火有點距離 可是煙燻的過程 我們講 骨壽人可能會在煙燻 吃上午料是那個溫度 把水分乾燥 就這樣 就跟烤箱一樣 對 就跟那個 烤箱之前烤到它表面焦掉 就是煙燻的溫度 就是慢慢烤 要很低溫的烘焙 很低溫的烤焙 就是像那個糖的水果一樣 我低溫把水分乾掉之後 乾燥水果就可以放酒了 對 放酒裡面 是裡面沒有細菌的 細菌很少 然後才可以有糖 所以用糖也可以 可是你看這兩個 糖很快 糖不是很快 可是鹽很快 就水都滑出來 糖要慢 為什麼 鹽的清水性比較高 是不是很容易 因為有別的東西 所以拉出來 OK 我覺得這個醋法滿滿功能的 鹽的清水性比較高 因為鹽是極性很高的東西 所以它容易跟水 融解性很高 事像糖的融解性很高 就是糖跟水沒有那麼輕和力 搞不好 它拉出來力量沒那麼強 所以它比較慢 把这桑囊放进去 还是会把它刮出来 还是会 没有那么刮 没有那么刮 还是会 我要试试到 表面都湿了 表面那个 那个 苹果倒湿了 都湿了 那不是用苹果放久 对啊 苹果放久 会进入第一水 不是不可能 因为它本身果都被破坏 但有些水都不一样 表面流出来 但是我们刚 我们有做比较 你刚切完的 跟现在做的不一样 刚切完的没有那么湿 现在就比较湿了 好 而且你看那桑 已经是四十两年了 要不可以再看一下 因为 嗯 这样 博冬他们讨论 没有湿这么湿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就是你们看的 我们越来越多 可以湿得比较湿 好 那我们进入第三章 好 好 好 第三章 我们上礼拜 那个 上一次啊 不是上礼拜 上上礼拜 上上礼拜 你讨论到细胞血缩 对不对 西方模 开始讲 对不对 西方模 是第一讲 对 西方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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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只有一点点 就一页多这样 西方模 一页多一点点 好 第二章 要讲那个 增和细胞 只要我们再看那个细胞结构 我们看第一 十页这边细胞结构 有植物细胞 与动物细胞 那我有讲过 假设你觉得这本讲的太好 或是这本讲的太好 或是这本讲的太好 有一个方法是什么 上文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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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高中课本 国中课本 讲的很浅 不要看国中课本 要看高中课本 那这不是 好 这是大课 这是大课 那你可以去看高中的 生物课本 所以你都介于高中 也不见得是这样讲 不见得是这样讲 你就看他的科技 那他的生物课是什么 就是学生物的 你看的 可是他根本来说是介于什么 我觉得还好 有些还蛮喊的 有些就排一半半了 好 那你就记得哪里 高中课本 实际上我觉得高中课本 高中生物课本 讲的比较浅 浅大部分 他就发是一堆名字的堆叠 然后讲一堆名字的堆叠 有时候会拿到就是说 一堆名字堆叠之后呢 你看到名字 你不知道怎么看解释是什么 同样这本课本 也是有一堆名字在堆叠 也是的 但这本书 我觉得他比较多一点点 其实高中课本 多一点点 但是 那天那个 有讲到就是说 这本书有 因为这是半语书 半语书有时候写的 比较没有 好 半语比较好 所以你可以辅助 懂我意思吗 比如说 我们就讲到 细胞结构了 你可以拿高中的 生物课本 讲细胞结构的 通常账记 大概是我们讲 看你 看你的话 基本生物是上册第一章 你等一下第一章的部分 还是对照 给对照一下 看书都这样的 一般来讲 很少人 尤其是你在自学的人 应该有那个程度 有那个能力 我这个书 这个地方看不懂 我找很多参考师 对照 懂意思吗 读书不是只看一个版本 我们看不同的版本 像看不同的解释 对他的说明是什么 你要去了解他 所以当你朋友跟我 跟我讨论 我讲了半语 你没有听懂 也许可以找郭宇 那郭宇讲了之后 你可能也没有听懂 你可以找靖翔 找个印象 就从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 靖翔是同的吗 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去了解这个事情 甚至你可以跟不同人 讨论一下 这都是为了获得资讯的来源 但是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最简单的看书 那我们现在书有几个版本 所以那天经常问我说 因为他那个走过来去高雄 那刚好可以买那个中文书 刚刚买你什么版本 我说 最好不同的版本 各来一套 好 你版本的同学 在不同的版本 事实上你看起来 你就会看到他差异性 不同的解释 不同的解释 不一样 事实上讲是类似的 所以只是用不同的方法再说明 ok 不同的方法说明 因为事实上 我们每个人习惯 或是接受 因为每个人的 background 不一样 你的成长背景不一样 你接受过的先 background 也不一样 所以看那个名词 这边可能在座有八个人一定过 可能只有两个人一定过 对不对 那你一定要从以前 过去的经验来堆一点支持 是最容易的 所以看这不同版本 也许可以找这个版本 刚好他试了很多学经验 懂吗 学习是这样的学习 所以你要不断的 从不同的版本去追求 假许他不懂的话 比如说这什么书跑乱 不用不懂 那就放心 不需要 他不懂可以找别的版本 可以这样 好吗 就跟以前有个同学中的讲说 他 看了三个也有不同的版本 你看他屡布的不同施法 蛤 屡布啊 你这个同学吗 我不知道 在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施法 最简单的是 国民版本的施法是正确的 真的是我 他要推敲一下 特殊 从不同版本他要推敲一下 我也忘了 很少说 忘了就忘了 从不同的版本去推敲一下 再去找一些知识法系来做佐证 这是最简单的学习方法 好 第二组 我开始吧 跟你讲一下 凹齐的结构 现在做法是什么 做法 是 你说 我自己要切一下下 我自己要切一下下 凹齐的文法 是这样 我们一直讲 然后结束 不是有 然后 好像没有切过 好像没有切过 没有切 没有切 超爽的 三次四很多 哦 不要 不要 我们可以主宰 你们 正确三次四 其他两组 要问第二组 三次四全部 一块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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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考第二组 第二组 第二组 逃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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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分 逃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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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柠宝 应该是 整个章节 赶紧 就逃导 对 所以没信心 你不赌啊 你输勒 我现在 gay 没问题 好 生物圈 有問題 有問題 小內子王 小內子王 為什麼明明粗糙看起來比較平衡? 他就這個排練比較整齊的感覺 你有沒有發現 人家告訴你粗糙是什麼意思? 有啊 可是為什麼我都這樣? 他就裡面對面起來 他裡面其實 我猜測 你看他粗糙平滑的 其實粗糙他比較密集 他那個中間的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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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在中文解釋對不對講 粗糙的內子王 因為附著許多的核糖 所以看起來比較粗糙 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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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不平 但是 比較不平 可是因為你從上網這樣看 看不出他 好 那他解釋滿意嗎? 滿意 可是他說什麼 他畫的那個喝湯器啊 是那個外面長得像泡泡的 那個喝湯器 那個喝湯器 是這個長得像泡泡的 對 對 對 然後 可是他在平滑 因為平滑在一起 裡面 一些點點的 都是喝湯器嗎? 不是 但是別的東西 對 哦 好 好 豬超的 豬超的那隻王 所以你現在麻衣第二組的也是嗎? 沒有 我要修正 麻衣 你去死 你應該會不知道我們看起來是瘋 沒有 沒有 好 那個 同學 你可是看一下課本的嗎? 嗯 我們現在講第三張 下禮拜 裡面那是蛋白質 什麼蛋白質 我說那個裡面 就是從那個 從那個 從那個 喝湯器 出來的 蛋白質 喝湯器他們就是生產的 合成蛋白質 然後他把蛋白質送到那個 內質網裡面 所以他剛剛問你 那個應該是蛋白質 他把蛋白質送到內質網裡面去 對 合湯器 所以那個是蛋白質 他是通過 不是通過 對 通過內質網 通過內質網 對 通過內質網 所以我們講的內質網還是 出燥內質網 出燥內質網的合湯器 會產生 會合成蛋白質 產生的蛋白質 會通過內質網 這是講的內質網 還是出燥內質網的網核 就通過他 通過他出去 會進入到那個 內質網的內部 好 出去 你們 OK嗎 這樣什麼問題 然後 智傑跟那個 對 這個 他現在不是 他現在不是左邊那個圖 他有翻一邊的 他有翻一邊的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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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這邊 右邊 他不是有分一邊 黑一邊白 他不是整個圖 他有分成一片 他擺的那個 比較擺的那是 粗糙內質網吧 不是吧 不是嗎 不是吧 一邊黑一邊白 有一點顏色比較省 你說是這兩個圖嗎 這兩個圖一都是 粗糙內質網 不是平滑內質網 不是平滑內質網 你知道嗎 什麼東西啊 啊 所以應該講說 一邊黑一邊白 不是 左邊這個圖 有一邊比較白 一邊比較黑 一邊比較白 一邊是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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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核糖體是 替活在那個 內質網的表面 他其實概念上 有點像細胞膜的轉身 細胞膜 你看我們回到前面 看細胞膜的結構的時候 這張膜有沒有 細胞膜上面 恢復了一些蛋白質 這蛋白質上面 會擦一些核糖體 這邊擦的是紫糖 那個是 糖紫類的東西 但是我們講的這個 內質網 它同樣是成膜 但是它上面擦了幾核糖體 不一樣 它是附著的一些 核糖體在上面 所以它核糖體 本身會製造蛋白質 就這樣子 你說這個 這張淺維鏡圖上 看出來的東西 到底哪一個是核糖體 它是用泡水 會講一個比較大的核糖體 但是膜上面的 比較配的點點是核糖體 所以我們確定 然後就準備給你 那其實 我們說 為什麼呢 剛剛其實 冠員講說 那個上面 看起來 其實它覺得比較平滑 那事實上 我們用電子顯眼看東西 你本來就不是因為它平滑 或平滑來看出來的 它是 就是那個影像呈現出來 不見得帶著它本來的平滑 那影像呈現出來的時候 它有比較深 比較強 比較深 這個變異性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研判 可能當時可以看到 第一個研判 就認為它比較粗糙 這東西它比較粗糙 就牙蜜比較粗糙 另外一個呢 可能它深淺程度差勁比較大 它就是要平滑那一隻 對 就是那個是一個 你要想 細貓本身非常非常小 我們要從裡面去研究它的結構 本來就是一個不要難的事情 好 那我別的問題 之前 我們別的問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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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細胞核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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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胞核 呃 呃 細胞核 它是 核膜 有些東西可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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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那隻網 不是 細胞核 核膜 它是要問前面的 對 十一頁好 再講 包機結構的 是一般 對不對 細胞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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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 ейств 後 醬 你們都看完第三章 第三章 那如果看完的话就有看它渗透波 实际上有四个东西 有四个东西只有渗透波 那两个东西是有四个东西 然后你拿四个东西 实际上我们讲说 前面在讲西方我们都已经讲到了 它之所以可以当中通过 都是因为它上面堪的那个 那个东西在蛋白质上的不一样 那或者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也许不是蛋白质 就像你看到501页的那个荷膜 荷膜下面这个荷 这个叫荷膜孔 荷膜孔 有看到51页 51页的那个荷膜上面有荷膜孔 荷膜孔看到荷膜孔是构成的 你就可以想像荷膜孔这个地方 就是类似一个特殊蛋白质 那你知道蛋白质本身有特殊的结构 所以可以当特殊的东西 可以穿过 有些东西穿过 也不能穿过 那这东西跟你的DNA有关系 你的DNA塑造这个蛋白质长得怎么样 蛋白質看上去就只能讓物件通過 就是這樣子的意思 這邊所講的都可以傳到很通過 它可以讓RNA啦 可以讓一些蛋白質可以進入細胞組織 就是讓我們的細胞核透過這個核膜上面 傳出來的東西就是我們的RNA 跟我們的蛋白質 所以他們說要穿上妝 為什麼要穿上妝? 它穿出來的蛋白質 事實上蛋白質有什麼功能 它穿出來的東西可以做很多的用途 譬如說你可能也許去修復本身細胞表層 你在修復細胞的膜 你需要什麼東西來修復? 更多的蛋白質把它通過出來 需要蛋白質 需要還有靈脂質 對不對 靈脂質蛋白質在那裡去修復 因為我們知道 細胞膜表面要擺有看到一些蛋白質的東西 所以它需要一些蛋白質的材料 它需要什麼材料? 能源不算 能源不算 水不算 水不算 我們現在水氣整個細胞裡面都會有水分 水分感應到容器 它裡面講的是RNA跟蛋白質 那RNA是幹嘛用的? RNA是 核酸 我們上次先講過 RNA是 遺傳 腹脂 它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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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說 有幾大類的大分子材料 一個是核酸 一個是核酸 一個是脂質 還有一個什麼? 核酸 蛋白質 還有呢? 核酸 核酸 核酸就是DNA跟RNA 那DNA我們都知道就是它是遺傳物質的紀錄的地方 那RNA是幹嘛? 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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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外面的东西去 细胞的外面做工作 怎么这样的工作 就把那肤脂瓶丢出去嘛 所以它是穿过包 额膜 从那个额膜穿出去 穿出去就是发给它所有的细胞 里面的包型去做工作 它透过RNA层去 大家是这样的 这样怎么办 OK 这一方面的工作是RNA 还是这样的 对 RNA 还是这样的 对 这一方面是这样的 DNA 会啊 DNA 通常产生的时间只有在复制 就是讲的细胞要做复制 更别会才能产生新的DNA 否则DNA 应该是细胞产生完之后 它就会在制作的 能量是透过这个叫做我们讲 能量怎么过去呢 第二组 能量怎么过去 能量其实应该是在我们讲 能量是第一组 能量 能量的在第二组 能量应该是 能量在第二组 立线前那边就这样 能量在立线前那边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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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能量是怎麼樣的一個旗幟 你看我的立腺體 我們想看看這是個大細胞 這是個細胞 這邊有細胞 這邊有各種各種東西 什麼高基次體 什麼立腺體 它叫做植物細胞的一些綠素 什麼依靠 什麼什麼之類的東西 這麼多東西 我這邊立腺體在反應 從ATP變ATP的時候 它放出一個能量 這能量怎麼在裡面流動 這能量怎麼去 怎麼跑到細胞耳 我在細胞耳應該產生RNA 產生RNA 就是產生生蛋白質 我是需要能量啊 我這能量怎麼從 從立腺體過來 老實說不能夠產生 沒有長到電端 但是 這個 我在想 就是我有看過類似的資料 說到電端 沒有長到電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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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能 有可能是熱能 熱能 熱能 或是青色的 對 成一甲的非常好的方式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它如果是 如果是 糖 去轉 糖或脂肪 去轉 的話 那能理解可能會燒嗎 對 如果是燃燒 那就可以了 對 這是一個好的理解方式 這整個 我這邊立腺體 產生能量的時候呢 它就會加熱整個細胞體 這細胞體會透過熱傳臂 熱傳導 就可以把熱傳到 細胞嘴裡面去 所以細胞的就能量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傳導 對 沒有錯 這應該是一種 葉律體是怎麼樣 葉律體 葉律體也會產生一些能量 沒有錯 因為葉律體它本身 接受功能能量 它把功能能量轉換 對 所以葉律體其實本身來講 它就是一個射心 它可以接受大量的能量 對 那我就在想說 為什麼機械黑皮 或是黑色的更好 吸收更多能量 可是它的葉律體很快 所以 所以 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但是已經演化很久 演化幾十一年 然後才是綠色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 原始細胞也是綠色的 現在的 是葉律體 基本上 好像沒有演化到 就是說 它演化成葉律體的禽 是平定禽的 你說它 因為七十一年前 這個禽子 到目前是禽子 所以 你預計 它再經過十年 就會來越好 可是綠色 比較好 因為它會反射嗎 我不是很確定 或許它現在目前的結構 因為你知道有些顏色 真正顏色 不是來自於它的 不是來自於它本身的色素 而是因為它本身的間隔 這個細胞的結構 細胞的結構 它可以反射光 一般的綠色 你知道有一種蝴蝶 像蝴蝶的翅膀 你現在轉的角度 它顏色會變 為什麼 對 因為光的折射 因為光打進它 四角 它四角有類似明片的結構 打進去 經過折射跟白色 因為你不同角度 它打進去的角度不一樣 它可以 讓你的光型很乾色 那乾色的時候 只是有些光不見 所以你會看到其他剩下的光 那剩下的光 看到的時候 現在是藍紫色 現在變得有點亮亮的 白色或是綠色 它變成的感覺 也是這樣 所以它可能是 它剛好這個結構 它也不是目的 要變成綠色的 只是它結構形成之後 它中間的光氣 剛好可以反射綠光 可能是這樣 它可以吸收最大光線 來規律原則 非常成功 非常成功 我們讓其他人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結果就是 直接 我們有問題 一定是我們的問題 一定是你們的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是那個 好像有一點 有一點 對 那有模跟金 就是這個 其他 哪個字啊 那個字我覺得是擠的 三擠的擠 就凸出來的地方 嗯 世界上這樣有在模式嗎 因為世界上 你看這個模式上面 的話 都其實是在擠的嗎 呃 它外模跟內模式 只有兩個地方 外模跟內模式 兩個地方 那 內模式是在裡面 就是它外模式 好像是一個 基幹鬼一樣 那裡面還有另外模式 那裡面的內模就有皺體 就有皺體 好 那裡面的內模 就有皺體 所以你看那皺體 就有鋪起來的地方 它那裡面是擠 好 那內模裡面包的東西 它就是 就是裡面的 那個基質 就是 就是我們講一下 是 立腺體 立腺體的結構 立腺體的基質在裡面 所以它有一個 皺體的地方 它基本上 我們的細胞很特別 它是要產生皺體 是為什麼要產生皺體 我們就畫一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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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在做那個 很多的那個 我們現在畫一個 在做很多的那個 觸媒 觸媒都會做成 很多皺體 只要做成很多皺體 只要增加表面積 所以就是要讓它 這樣做 那立腺體 要做成這樣子的原因 也是 因為它產生能量 所以它增加表面積 它很快 產生能量 好 它也會增加表面積 好 謝謝 好 所以其實它會是一樣的東西 只不過其次它就有個狀態 對 也是某個狀態 不像你摺紙一樣 摺起來有個風 好 那今天我從旁邊塞 其實也很可愛 好 我想問 我自己也想問 就是 這樣直接包起來 它是一些 形狀 它 它 它是硬來軟 硬來軟 就是它有可說性嗎 脖系 有的 它那個模型 有一點 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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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其實它裡面 它很特別 這個叫做細胞骨骼 有沒有看到 我們在五十六月四 有講到細胞骨骼 所以說 其實陳御講說 細胞到底是硬來軟的 我們應該畫個角度去觀察 硬是跟誰來比 是硬的 跟誰來比是軟 對不對 所有的東西 都有它的比較值 其實它是硬的還是軟的 跟鮮筆來比 那是軟的 如果跟水來比 它可能是硬的 水 是可以自由變形 可是細胞 它變成這個細胞 所以它是有形的 有形的東西 它可能對脊椎來講 它就是硬的 所以它是看怎麼比 所以它本身還是有個結構 而且它是裡面講這個 不管是微小管啊 微纖維啊 中間絲 它是用來固定這個細胞的結構 所以它至少還是有個 有可能的強度 不管怎麼樣 冠神沒問題啊 找個問題是冠神吧 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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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跑太累了 沒有 沒有 你叫冠神 好啦 不要問這問題 那要問課程的問題好不好 男生 男生你沒睡覺 他睡覺怎麼會這樣 你說 你說 他說什麼 類子王可以把核當體 核當體 就是核當體 核當體 就是核當體 核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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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來形成核當體 然後他說 他心核成會動過類子王進入 類子王內部 要被送到不同的地方 知道 中排入細胞磯 對 他用在 這個高級式體中 講到什麼 就是 他有第一次先中提 要就是 做不上類子王核成後經由 難爆 進送到達高級式體 所以 他是有兩種防止可以被排入 其實應該是說 鞋面這邊沒有寫紙可能運送 在高基斯頂端這邊寫什麼 它寫紙什麼運送的包子 對 它就是用拿包的方式運送 用拿包的方式運送到各地 所以它是進去之後才有轉移 對 它是經過內紙網之後才靠這種方式轉送到各種包子裡 那傳送的方式都是因為靠南套 對 所以他們南套回頭會在那個什麼地方 那個時候沒辦法等它 對 其實我們之前在國東沒有講到內紙網對不對 你可以講一下這是一個細胞 這是細胞核 細胞核的外部這邊就是有一個內紙網 那它講內紙網內 它就說我們透過這個蛋白質形成之後呢 新核成的蛋白質會通過內紙網進入內 進入內紙網內部 蛋白質這是細胞核的內紙網 那內紙網內部是指這邊還是指這邊 這邊 這邊 啊所以高基斯在這邊嗎 欸 應該是往外走 應該是越來越往外走 實際上 我簡單來講 我認為這邊應該有一點點 可能是翻譯上 因為我現在沒有留意做文章 我覺得是有點翻譯上的問題 應該是說 它是送到細胞的內部 熱部 或不是指內紙網的內部 懂我意思嗎 它在製造內紙網形成蛋白質之後 它送出去 送到的是細胞整個內部 細胞整個內部 你可以看到高基斯體的位置在哪裡 在細胞核裡面 高基斯體 基本上是在細胞核的 你看 就這張圖子下的圖 它這個圖子 它有兩個細胞 兩個大細胞 它這邊把高基斯體用不同顏色 看到 它這個圖子設計是蠻有趣的 講高基斯體的時候 他把高基斯體給開賴出來 講到立腺疊的時候 他把立腺疊給開賴起來 有沒有看到 高基斯體的位置在哪裡 就跟內紙網來講話 他是在內紙網的 假設這是西胞核 這是內紙網 高基斯體在這邊 對不對 所以他今天 既然你可以用囊包 把蛋白質送到高基斯體 也就是說 他的蛋白質形成之後 他說送到細 那個內紙網的內部 我認為這邊應該是 送到細胞的內部的正面角落 他可以透過囊包的方式 囊號的方式 可以送到整個細胞的內部 先問到細胞裡面去 可以講嗎 看龍蕭體那邊有講到 分解消化細胞 對 所以是分解消化細胞 還是分解消化細胞 OK 龍蕭體是個很特別的東西 龍蕭體這個 跟今年的諾貝爾 化別講的關係 是化別講生物語 因為那個日本人 他那是生物 是生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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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不知道諾貝爾有生物語 諾貝爾生物語 還是化別講的 原來是化別講的 它這個融蕭體 就是跟知識功能有關係 它就是 這個融蕭體啊 它會把那個 它裡面有一些水解的酵素 那我們前面來講 蛋白質有沒有 它不是一個長鏈嗎 長鏈 長鏈要斷掉 這是什麼方式處理 它中間又是水解 有講過嘛 上次我們在講蛋白質 蛋白質的長鏈 長鏈要斷掉的原因 就是它中間水解掉 所以簡單來講 你細胞要去分解一個長鏈的蛋白質 最簡單就是它做水解副作用 水解它需要水解酵素 所以這個融蕭體 就負含了很多的水解酵素 那水解酵素 它這個考試是 我今天假設有些蛋白質 有這樣分解的話 它把它送到融蕭體去 把它分解掉 變成一個更小的分子 再分出來的研究 所以融蕭體有的功能 那融蕭體有一個很特別 它這邊特別講 有些細胞會有益的被融蕭體溶解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身體會發現說 有些包氣 有些東西已經壞掉了 那它就 丟掉很浪費啊 然後回收 它就回收 它就把它吃掉 它夠融蕭體的方式把它吃掉 吃掉的意思就是 它把融蕭體再使用 那融蕭體已經把它分解掉 它使用的東西是 連那個原 就是連它本身的材料 一起重新使用 還是只有能量 連材料 連材料一起使用 所以它那些 像蛋白質都還是好的 它會把它拆開成小部分 因為拆開成氨基酸 拆開成小部分的小蛋白質 反正拆開成小零件 就像你現在有一堆樂高 那你現在做了一個101 可是你現在要做的 戰鬥機 你是要把這個101給拆掉 假設不然除了一堆買新的嘛 可是它可能會分成這樣 就是這樣 或是分解這樣 對對對 不會 它就把它分解成小東西 在那裡做組合 它需要那個零件 OK 好 那別的問題 選擇你問一個 問個問題 是喔 那我會把這個 看來 最後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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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其實講的是細胞結構 細胞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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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前面讲就好像,他输入电能,他输入化学能,输入热能 其实他,这边讲的是,我们会有一些,这边叫微小管啊,微纤维啊,中间湿这个组织 对不起,他是一个有弹性的结构,或者是空性的结构,或者是磅重的结构 那这些东西在,平常呢,他是用来支撑整个细胞的结构 但是呢,如果说我现在细胞准备要分裂的时候,准备要分裂,就是说我细胞变成细胞的时候,我终于分裂的时候 他这个,这个结构会顺序的移动,移动往后变成一个隔状的东西 网格这种东西,他好处是,我要把一些东西让他做,那就是过不去的 然后做一个,对象腮网的东西,有些可以过去,有些不能过去,他做腮网的结构 所以他,当他两边的细胞分好之后呢,要再分裂出来 所以他在细胞过程,会有一些时候,他会外速的重新组合 组合整个网上组合在这里面 有,当这个细胞的架构啊,这个骨骼状的东西,譬如像我们的微小管 他可以组成我们的边毛和纤毛,边毛跟纤毛就帮助细胞在移动 对对对对对,就是像精子的尾巴,它是一个边毛结构 所以那边毛在甩的时候呢,他就会产生那个,水波纹 其实他指的那个边毛和纤毛就是,上面,这个土,尾巴 第一个,这个土,A 组啊,这个土,这个土,事实上是纤毛 所以应该要整个细胞外面有很多细细的毛 好,这是纤毛,那边毛基本上这个细胞是光滑的 对对,对对,对,对 你边毛是A,是比较像B,C,D 呃,B,C都不是诶,B,B,B 不然边毛呢,C,C是边毛的裹面裹 C是纤毛或边毛的裹面裹 好,这边讲都是纤毛,A,B,C,这边讲都是纤毛 边毛就像精子的那个尾巴 这边图到没有 哪裡 哪裡 仙毛 鞭毛 58頁 鞭毛 學 可是圖3至13講是仙毛 這邊都是仙毛 仙毛有的是整個分布在全部 有的是像這樣子就是一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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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分布在他表面 他一重一重一重 這是仙毛 他邊緣的話通常是整個細胞是光草 但是只有一個尾巴或是兩個尾巴 就是比較長的一重或兩重 那如果分布在周圍的 通常就是仙毛比較細 比較重 來 怎麼樣 鞭雲 這裡有一個 這個 他講說 那個細胞 動物細胞不具有細胞 主要為什麼 主要為什麼 為什麼 動物細胞不具有細胞病 你要幫他解釋嗎 對面有 等一下 有人要解釋嗎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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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其實 方便角度講 我們在做細胞 我們在做生物分類的時候 我們就把一些沒有細胞 分到 肥有細胞 那種類型 對 我們在分類上就是這樣 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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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知道有些動物有一些 事實上如果我都講 結構上的概念 我們說 像我們動物的話 是用骨格來支撐 所以我們會發展成 那植物是用細胞病 對 植物是發展成細胞病的結構 所以你可以講 細胞病就好像他的骨格一樣 對 所以 他從細胞病 然後就說 那個 他是像機架 比較像這樣 所以他是撐在細胞病 對 他是 撐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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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應該是比較像那個 那個 細胞病 細胞病比較像是分散 就是 其實這東西 像是我們在做3D裂 3D裂 不是他裡面都有些 結構 一大根的就是所謂的 那個 那個 骨格 他 有細根的那個 就是 細胞裡面 OK 你可以看這個裡面都有一些 網狀結構 有沒有 這個就像是細胞 細胞 你假設真的細胞 所以 就是 假設 放了 方式講 他是一個3D裂 是 然後 他是 這樣子 這樣子 對 還是 他是 跟 球面 然後 他應該是 裡面的 任意結構 喔 裡面的 任意結構 OK 好 我們就下課吧 累的 趕快休息一下